在昨天的节目中 赵家哥哥因为父母的一套房 和弟弟闹了意见 他坚称弟弟霸占了父母的房产 我希望我的弟弟能够独立起来 把占有我父亲的房产归还给他 而且弟弟的霸占是蓄谋已久 我弟弟长期住在我父母的房子里面 把他的婚房卖掉了 后面又出现了我父母搬走 他们一家四口完全占有 再包括过户 这就完全和我当初的我的怀疑 是完全穿起来了 对 在房子的问题上 从借住到过户 再到父母腾出地儿给弟弟 这一系列操作一气呵成 让哥哥瞠目结舌 但父母的反应 才真正戳中了哥哥的伤心之处 那不需要告诉他 所以对于大儿子担忧的那些事情 你们从来没想过是吗 没想过 对于哥哥的质疑 弟弟是理直气壮 声称自身坦荡 不怕人言 因为本身我没想去霸占这套房子 我给他写一个证明或者是声明 就是为了孩子上学 上学以后马上过户到我妈名下 因为父母的这套房产兄弟俩决裂了 一年之后哥哥主动寻求调解 一定要当着父母的面讨个说法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 哥哥心里的委屈其实由来已久 他觉得父母在对待自己和弟弟上 从小就有差别 我爸爸切火腿肠的时候 总是三七分 大的给弟弟 小的给我 买冰棍的时候 我爸爸会买一根 给我弟弟 我就在一边只有看的分 父母偏心 适适想着弟弟 即使自己成绩优越 却还是对调皮顽劣的弟弟 寄予厚望 我爸开这个批发部的时候 是用我弟弟的名字 来命名这个批发部 给弟弟继承批发部的生意 埋下了福笔 让哥哥最不能容忍的是 直到现在 弟弟还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很老 他现在三十几岁了 一家四口人 在家里面 依来身手 饭来张口 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但在父母和弟弟的眼里 老大才是那个搞事情的人 我觉得他是无极实探 我觉得我们是偏心 我只想说 你说话也讲证据 究竟是父母偏心弟弟 还是哥哥错怪了父母 哥哥的心结 能否在今天得以解开 一家人又能否和好如初呢 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节 偏心的父母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们节目继续 就是很小的时候 我爸爸切火腿肠的时候 总是三七分 大的给弟弟 小的给我 然后就告诉我 他是弟弟 你要让着他 好 我让着 买冰棍的时候 我爸爸会买一根 给我弟弟 我就在一边 只有看着分 我也不知道 是有多少次了 但是像这种事情 对我的心理影响 确实很大 在小的时候 会去跟妈妈说 这些事情吗 不会 我妈妈也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吧 我弟弟基本上 从小到大 没被父母打过 而我以前小的时候 经常是遍体鳞伤 我的后背上面 都是凉鞋的印子 你觉得是 比如说两个孩子 可能调皮的程度 不一样导致父母这样 还是你觉得 这是因为偏心导致 盆碎我觉得 就是因为偏心 我是从上学到工作 基本上没有让父母 怎么超过心的人 而我弟弟 上学的时候 逃学 打架 我父母是视而不见的 非常的溺爱 不会因此去指责他 对 反而还引以为荣 现在大概过去有20年了 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我的父亲 在跟他的一个朋友 聊天的时候 聊到我弟弟 说他现在 我也有点放任 不管了 他这种状态 说以后适合做生意 以后在社会上吃得开 而老大不行 老大书呆子 以后社会上混不开的 真是让我三观都毁了 这句话你觉得是 爸爸对你的否定 对 是完全的否定 毕竟是一种错误的否定 所以从小到大 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相同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 你都会在心里 做一个对比 父亲是怎么对我的 是怎么对弟弟的 对 父母对弟弟 有一种很深的溺爱 或者说偏爱 对你 而对我忽视 他刚才讲弟弟小时候 比如说很调皮 逃科 干什么 你们从来都觉得 这没问题 是吗 不是那样的 谁不想是自己的孩子 都玩好处多 那时候呢 就说我管家庭事 我比较少他慢慢玩 但是呢 我比小孩都比较严格的 阿姨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觉得没有偏心 老大从小脾气就卷 你学大ít 你越大 他越好 你越晓得 他越不上 他就不较了 他就不说 老大是个性格 小的时候很开放 就是很活泼的那种 大的时候 我先大老大 我大老大的时候 老大在一边就说什么 妈妈 你别用小拔 打我行吧 求饶 求饶 你要求饶了 咱就不打了呀 对吧 明白 说的那个跟同事说两个孩子 他行他不行的这个事 哪个事我根本记不住了 不可能 你可能记不得了 但是我确实记得非常清楚的 小时候的场景哥哥历历在目 但父母这边却是记忆模糊 他们没有想到 小时候的小事 大儿子一记就记了这么多年 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些事能够给大儿子带来 这么大的心理阴影 而在赵家哥哥看来 父母不只是物质上从小偏向弟弟 在价值认可上 父母对弟弟也是寄予了厚望 因为家里的小卖布 就是父母专门为弟弟打造的 大概我弟弟只上三年级 当时我爸开这个批发部的时候 是用我弟弟的名字 来命名这个批发部 我当时心里一震 我已经初中了 我在想为什么用他的名字 而不用我的名字 或者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各取一个字 没问出来 我没问 我当时小孩没想那么多 过了几年 我渐渐地我发觉 父亲其实是为以后 给弟弟继承批发部的生意 埋下了伏笔 用他的名字 就是为了以后 让他来继承 批发部的时候 我那个大人叫郑康 那人叫郑康 当时这个批发部 刚才起个什么名字 可以上点不独的 起个好名字 是吧 就要叫叫郑康这个名字 郑康振兴嘛 信不上郑康 是吧 所以你说呢 就起了这个叫郑康批发部 只是因为郑康这个词好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有跟两个孩子们 谈一谈吗 这两个不要谈 你自己决定的 我自己决定的 那个时候不担心 老大可能不高兴吗 就他妈妈 我也没问题 就说 家庭的事就说 我刷断 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有没有担心过 我就这么给老二了 老大是不是心里 会有点不舒服 我以后给他不做了 这个批发部 当时的情则 是六万块钱的情则 他里头这个 产品优先的这些东西 他在脱离的时候 不可能只六万吧 他也定着买五万 老大以后呢 没人来托放 我给他划过五万块钱去 在您看来 这两个其实就是抵消了 基本上就说 在这身上是平衡了吧 当时他说不要 说我不能再换你我爹 我说你不要换他 我说你弟弟的那个批发部 当时呢是六万块钱 我说处理活跌在我里面 也就只五万了 我给你五万 我就是得这样找平衡的 老大你怎么看待 爸爸认为 我就是这么公平去处理的 他把这个批发部交给弟弟 你心里有意见吗 当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因为你就算给我的话 我也不会干的 然后弟弟没工作 给他就给他吧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你要给我讲清楚 说明白 你包括你的亲资 你也没有告诉我 这个批发部 当时价值是多少钱给的弟弟 在父母看来 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 他们倾其所有 一碗水端得很平 但他们没有料到 大儿子心里的芥蒂如此之深 在大儿子眼中 父母对弟弟的偏心 不只是在过去成长的过程中 在弟弟成年之后 父母还是一味地灌着弟弟 导致弟弟始终没有摆脱 对父母的依赖 三十四岁了吧 可以说这三十四年来 就没有真正的独立过 自立过 全部都是附着在我父母 这棵大树上面 他现在三十几岁了 一家四口人 在家里面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洗过衣服 他的孩子的衣服 他有没有给洗过 都是我母亲在洗 虽然因为父母搬走 弟弟一家和父母 在生活上的联系减少了 但哥哥的担忧 却没有停止 他觉得 弟弟此刻的啃老 才是真正拖累了父母 经济上面还是没有分开 你还不是现在 占着我父母的房子吗 如果说你不占有的话 我父母这套房子 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地 卖掉或者说租出去 那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所以说现在 它相当于 占着我父母的房子 一个月 那不就相当于 额外地变相地 从我父母那里 伸手要了房租的钱吗 明白 你在心里做了这样一个 转换的计算 对 我们那里的房子 就算不值钱 房租不值钱 一个月一两千块钱 那也不是变相地 从父母那边获取的吗 我只想说 你说话也讲证据 你不要变相话 我今天对我所说的话 负完全的责任 哥哥觉得 弟弟自己有房子不住 非要住父母家 自己手里还收着 自己房子的租金 这就是在变相啃老 他心疼父母晚年操劳 也担心弟弟 贪脱父母的财产 无法自立 所以他反应强烈 但弟弟这边却不以为意 觉得哥哥是没事找事 连母亲也认为 小儿子一家 带给他们老两口的 不是拖累 而是晚年的有力依靠 我们节目继续 我觉得我给人的媳妇 还能喝得来 我这个家 这个人的媳妇 我也没有个闺女 我的生日 她都能想着 都给我买东西 我这个手机两千多 她给我买 她不了解 她只是看着那一花钱 情感的这一部分 她可能不知道的 你家里有个什么事啊 你想老头有病啊 都是她的事 你想我前两天去查病 是人的媳妇 带着我上这个室里 室业院去查 这些事都得靠他们了 都得靠他们 她不能说她不孝顺 她就是孝顺 你得上海 我有个小病 我能打你 再耽误你的时间吧 我妈说的 我弟弟 包括我弟媳妇 做的这些事情 我确实也是蛮认可的 像我最大的弱点 可能就在于 不能谁叫谁到 他们陪伴父母的时间 要远远比我多 但是呢 我能做的嘛 就是带他们去旅游 比如说像我父母 2010年上海世博会啊 上海周边的几个城市 苏州 杭州啊 我带他们也玩了 很多的地方 两位老人年龄 慢慢地变大了嘛 我让他们能够 每一年都到上海来 进行一次的体检 然后呢 我爸他的三个手术 其实我当时 跟我妈 也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可能的话 你到上海来做 弟弟在用他近距离的方式 陪伴父母 但你也在用 你远距离的方式 去关心和照顾父母 对 这些你觉得父母心里 是会记着的吗 这个我没有感觉到 他对我还是有关心一点 是有的 这一点还是认可 就是从小到大 我感觉 我得到的东比弟弟少 造成了我 现在这种感觉吧 母亲想让大儿子知道 有小儿子一家 与父母相互依靠 他们日子过得不错 哪怕小儿子占了一些便宜 父母也十分情愿 可这话更戳中了大儿子的心窝子 他极力地表明 自己对这个家付出也不少 为什么就没有人看到 我帮他找过两次工作 然后他刚结婚的时候 因为孩子先天性的原因 小孩又小 也不能到处走动 我就让他把拍的片子 寄到我家里 我拿着他拍的片子 到上海各大医院 去给他找知名的医生 去给看 他买房子没有钱了 我义无反顾地 借钱给他 让他去买房子 甚至就是说 有一次他被刑警队误抓了 是我去给他讨要说法 然后到最后刑警队的人 带着民警买着东西 去给他登门道歉 所以他的一切的事情 我都当成自己的事情 甚至说我自己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有的时候 我都不会去那么干 你觉得这一切 是基于什么呢 就是因为是兄弟 如果说不是兄弟 我不可能这么做的 是的 他确实对我有帮助 但是就是说 怎么说 他的孩子在老家三年半 我们对他孩子的照顾 你怎么不说一下 其实是互相的 对啊 你怎么照顾我的孩子 我就奇了怪了 我的孩子是让咱妈 被放在一起照顾的 你怎么照顾我的孩子了 我解释一下吧 我带着他的孩子 带到三年半 我因为给老乐一货 是吧 他对象帮着我带 帮着我照顾 一起带的 一起带的 你不知道 我没跟你说过 因为开着那个批发部 那时候 我带孩子 他敢喝 他不敢喝的时候 他帮着带孩子 我去做饭 其实是互相打把手 互相帮着的 带一个 你是给他帮了 一些忙 老乐的家说 很多事 他小孩要回来 他都给买衣服 买鞋 是吧 这个是因为 我借钱给他了 钱还给我以后 就是衣服什么的 都没有了 你把你的小心眼 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问一下 老二这里 在这个房子事情 爆发之前 你一直以来 对你哥哥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一分钟 他一年回来两次 暑假还有过年 每次回来 基本上 我都要 请我侄子吃饭了 是会认真对待 他们的那种 是的 在这个房子之前 你也不知道 哥哥心里藏着 有这么多的不舒服 或者是不满 是的 没感觉到 无论是父母还是弟弟 都没有否认 哥哥对整个家庭的付出 尤其是在房子事件 爆发之前 兄弟之间感情 还算亲热 但哥哥今天 在现场如此固执 不听父母的心声 不听弟弟的解释 让弟弟和父母的心理 很不是滋味 现在 父母的房子问题 成了横跟在兄弟之间的 一道鸿沟 对于哥哥而言 房产问题不解决 兄弟感情 没得谈 归还过后 让我父母自己去处理 自己的东西 你是要求他们立刻这么做 还是给他们一个期限 立刻不可能 他现在有自己的房子 应该是也在出租当中 比如说这个房子 我不知道租了多久 那租期到了 到期的话 就不租了 自己到自己的房子里去 这不是挺好的吗 老二这边 孩子的那个上学的问题 解决了吗 解决了 那你对于哥哥提出的 这两个要求 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孩子上初中以后 学区房嘛 还包括初中的是吗 对对 是的 然后那个搬走的这个问题 搬走 离时搬不了 原因就是孩子上学近 直线距离大概有三四百米 因为他提到说 只要你搬走 这个房子 父母可以处置 比如说也可以有租金 什么这之类的 你怎么考虑 那我只能说我听父母的 父母说 如果说让我搬出去 我立马搬出去 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对于大儿子提出来的这两点 一 过户 二 搬走 这个意见我不同意 大儿子要是乐 因为这个房子 过户被打了 说上万初中 就在逛逛 你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是吗 对 并且呢 我现在呢 使了乐子的十几万多块钱 房子要是多的花 也就足个六几千块钱 那我使了十几万块钱 他要回去 我说没有钱给你呢 谁能给我十几万块钱 换换长大 我说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吧 你家里 大家免贪免贪 我说你是个误会 家里呢 免人是吃钱 如果吃钱的话 能换两套 我说有你一套 有你弟弟一套 我虽然没跟你说吧 但是呢 我说你那叔 你三叔 你爷爷谁 你都知道这个事 但我想着我敢说 是吧 偏向这个 偏向那个 肯定没有这个问题 我不认可 你不认可哪一点 所有的都不认可 因为现在这种状态 它就不是一个 正常家庭的状态 老大坚持两点 弟弟不仅要把房子过户 还要搬出房子 归还父母 本该有的房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但这两点要求 都被父母和弟弟驳回 该如何化解矛盾 打破僵局呢 观察员北辰拿起了话筒 他认为 哥哥要学会自我疗愈 摆正观念 从而化解心结 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 绝对的公平 你要承认 世界上最毒的谎言 就是一碗水端平 没有 你想追求一种 按照自己的要求 生活方式 价值观 来要求弟弟 那是不可能的 你有能力 他未必有 你想独立生活 他可能想和父母 孩子其乐融融特别好 我们怎么能去 用自己的生活方式 去强加给别人呢 有的时候 家里的账如果算得清清楚楚的 情就算没了 弟弟没有说 你的生活方式不好吧 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 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公平 十个手指伸出来 不一样 其父母对 两个以上的孩子 真的会有偏心 如果你从心理上 接受这一点 我觉得你心里的结会打开 人生很长 谁受益 不一定 如果你把格局放小了 你看到弟弟好像眼前 有孩子父母给照顾着 上学父母也给管着 好像我被割裂在这个家庭之外了 好像他们是一家人 事实证明 父母哪怕开始 没有那么多的关爱给你 但是恰恰造成了你 现在的独立思维能力 和独立生存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你正面思维的话 你偏得了 那弟弟呢 从小可能被宠 被溺爱的更多 他的依赖心里更强 所以一直到现在 你也知道 他自己心里的独立性 各方面没有一个良好的成长 这难道不是在被宠爱 被偏爱之下的损失吗 最后一句话 想送给老父亲 老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虽然有点一言堂 有点武断 但是家里的大事小事 这么多年说了算惯了 但是我给老爸一个建议 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 照顾一下大儿子的感受 就是我们稍稍柔软一点 其实儿子在意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不是你怎么去平衡四套房五套房 而是在心理上给他一些关爱 哪怕在现场能说一句 老大呀 那会儿你大 我们那会儿带孩子都是这样 都渴着小的 爸爸妈妈可能真的忽略你的感受了 让你受伤了 那爸爸妈妈以后 可能在带你们下一代孩子的时候会注意 怎么办呢 你们的时光过去了 回不来了 爸爸妈妈能意识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老大心里 让他会最舒服的地方 心理学讲内在小孩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内在的小孩 那老大的状态让我们看到 他内心就住着一个 未被疗愈和关注到的受伤的小孩 这个小孩如果不被安抚 这个大人就会作乱 就会挑这个家里的毛病 但是不是他的本意 有一个叫做出生顺序综合症 就是在一个多孩的家庭 出生的顺序决定了每个孩子不同的性格 而且出生的顺序给每个孩子心理塑造 是有重大影响的 那么自然而然 先出生的孩子 就要付出更多的 帮助父母照顾后出生的孩子的责任 这是顺序决定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假如我们的父母亲 能够在处理这个 顺序不同的孩子的心理上 有一定的智慧的话 可能给这些孩子心理上 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亲 缺乏这方面的智慧 那或多或少的 会给孩子心理上造成一定影响 因为人是讲一个情感的 所以父母亲自然的 会对出生以后 显得稍微弱小的孩子 给予更多的关注 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自然属性 那如果要把这个自然属性 现在要推演为 只爱他不爱我 那就没法解释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在和弟弟的 从小生长的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 你会产生那种 我被忽视的感觉 但是我被忽视了 我还得去带着他 还得管着他 我委屈 那么这种委屈 到你长大成人以后 如果你自己没有正确地 把它释放掉 那就囤积在你的心里 以你的学识 以你的能力 不至于 要让弟弟马上搬出去 你显然不是这个目标 但是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要求呢 两点 第一个 你今天就是想告诉弟弟 你从现在开始 你要懂事了 你想给弟弟一个警醒 第二个目标 你就是想给父母一个忠告 你们这样下去 对弟弟没好处 但是面临着 你弟弟能不能理解你 假如他有智慧 他从今天开始 能不能重新开始 做出个样子给哥哥看 做出个样子给父母看 我觉得这是解决目标第一个方式 那么解决目标第二个方式 就是你给父母的忠告 父母就面临着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 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大儿子的忠告 你认为你大儿子对你是忠告吗 还是认为大儿子是在矫情 还是认为大儿子是在争宠 第二个 假如你认为你大儿子给你是忠告 你们如何接受这个忠告 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 他不太容易接受你的观点 为什么我还没到老的糊涂的程度 我的财产由我来处置 你说了不帅 你让你的父母亲 老年人立马就你的方案做出决定 有点难度 所以这方面呢 我希望 兄长能够给出多个备选方案 那弟弟能够从今天这件事情 我能够善意地理解哥哥对我的这样严格的要求 我觉得这是弟弟要做的功课 那么作为父母亲来说 其实你说认为我对两个儿子完全是公平的 其实这就是不公平 或者你把你那个不公平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 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大儿子提出来的问题当中 我们去寻找一个 你我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灵活的方案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观察员北辰和张立东 都从父母如何对待孩子的角度 分析了家庭矛盾产生的原因 他们提醒哥哥要放平心态 也提醒父母要真正看到 并理解大儿子心里的伤痛 随后调解员胡建云从兄弟感情出发 告诉兄弟二人要有合作意识 不要相互割裂 兄弟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合作意识 你们手里面其实是各有各自需要的东西 哥哥需要弟弟的一个在家里面的自立的意识 需要看到弟弟没有对父母财产有独占之心 也希望得到弟弟这一边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因为兄弟之情你们是坐了还没说过 反过来其实弟弟也非常需要哥哥的理解 我看到了你们家有这些情况 面上看房子过户了 但我作为哥哥我能理解 互相是有需要的 但是你们是拆开的 你们现在两兄弟合作这一会儿还没有开始 第二我们大家心里面 从成年开始起就应该有一个意识 就从今天起我要独立了 那父母的所有的财产是父母自己去处置的事情 与我何关呢 真要说起来啊 弟弟是借用了父母的力量 哥哥是担心父母的财产 你被一种观念控制 很有可能你也会受身边人的影响 认为父母的财产 就是将来我有份的东西 这个观念其实在今天来讲 很风行但很落后 就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老人家都明白了 财产是我处置 所以你越认真你越没份 你应该把你的认真放在哪里 搞好家庭 孝敬父母 展示独立 如果你永远站在一个委屈的哥哥 一个委屈的儿子 这个角度 就看生活看世界 那你还真是被童年包袱给压住 但是你应该放下包袱 你是这个家 大家的骄傲 调解员胡建云提醒兄弟俩 父母的财产父母处置 做子女的应该要有边界意识 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廖喜玉和赵家老大 首先来到了密室 廖喜玉询问了赵家老大 目前的态度 现在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成年了以后就是应该独立 不应该在相当于占了这个父母的便宜 自己的房子出租 自己拿着租金 一直觉得他是理直气壮 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的弟弟占了父母的房子 导致我的父母现在经济拮据 经济紧张了 虽然说我的父母嘴里说 那我感觉很幸福啊 是的 我还是说了 为了儿子 他再苦再累 他都无怨无悔的 哥哥觉得弟弟占用父母的房子 就是利用父母的适渡情深 舒服了自己 拖累了老人 他明确提出 只有弟弟独立 父母的晚年才能安本 而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让弟弟搬出父母的房子 我就是说来的时候的想法 和现在的想法也有一点点的变动 我就是想让我的弟弟能够 他自己的有房子 就去住自己的房子 你孩子上学 那我们可以无条件的来支持你的孩子上学 只要弟弟同意搬出父母的房子 房子过户一世可以搁置 此刻 哥哥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 随后 观察员廖喜玉带着哥哥的想法 来到密室的另一边 父母和弟弟这边 对于老大的这个要求 显得十分为难 他是这样讲的 意思让弟弟能够自立起来 这套房子 学位还是让弟弟站长 他希望你搬回自己的房子 这个房子拿出来 给父母由他们做主去处理 租也好 干什么也好 这个方案你同意吗 这个我听父母的 二儿子 你这个房子是在出租吗 对吧 出租什么时候到期呢 三年 是三年吗 三年 现在是第几个年头 来 今年三月份开始 所以说真的 他那个房子 虽然还有一套 但是呢 住呢 不适合去住 因为呢 他不适合被同兔里 他哪个要不适合去放 你到现在上学的地方 好几林路 这里全身毁难 我没住他的房子 他平时没有要给我出去 房子我也不要 儿子现在这个想法 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你下上出租 去哪里 就让他搬出去 他不是现在大夫没房子 他要一旦没成了 要没成了 要办成了 要弟弟一家从学区房里搬走 确实有现实困难 对于哥哥的内心想法 父母这边似乎也没能领会 随后观察员张立东 则来到密室 向老赵夫妇表达了 哥哥的真实想法 他可能会希望我这个弟弟 我们是让他自己独立生活的 我们不会多去管他 管谁都不管 对 对 我已经在手脚给他刷了 我认他的力 就是他刷的都是对的 你父母老弟都得挺好的 对 就是那个 你就会这个骗人员 是俺爷承认 小的方面 是吧 因为他给的还近 是吧 要想骗他一点 可是大的方向 在这张画中 不能骗 是吧 他这方面需要花钱 你的方面需要花钱 他这方面要花钱 必须得跟你钱 这就是吧 你怎么说呢 从心理上来说 他是那种求关注的一种心态 那可能从小 关爱是有点不够 总觉得我父母对我的爱 没有表达的更多一点 他这个家 人和人都打不开 对于学区房的处置 父母有自己的判断和考虑 对于哥哥的请求 父母这边无法认同 眼下矛盾双方都各执己见 甚至对对方的想法 都有所误解 观察员廖喜玉 让哥哥来到场上 希望通过 他与父母亲的面对面交流 推动调节进程 都不就一说了吗 这个事 是吧 确定的到时候 就让你要回来 也不是跟他说给他了 毛上他缺乏狗头 还是 是吧 那个黑豹的狗头狗头 不止 就是误会 这也不是个误会吗 可能呢 在今年跟俺吃 跟俺做 这个事呢 俺花钱多点个 他花钱少点 这也是实施 但是俺现在不是 要办出去了吗 是吧 办出去了以后 回来的时候 是吧 你做哪个房子 你妈妈不是陪照 给他看了吗 那不是 不用了 我的心已经碎了 一个人的心在哪里 不是嘴上能够说出来的 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 到最后 父母和哥哥 还是没能相互理解对方 为了摆脱僵局 密室暂时告一段落 回到场上 稍微平复情绪的 老赵家四口人 是否会有新的表态呢 密室回来 马上揭晓 密室结束 回到场上 还是先了解 当事人们 各自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对对方 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借这个机会 我们再表达一下 我是大乐子 我可能有什么感觉的 我乐子的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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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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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学会乐观豁达一点 跟老父母也说一下 当我们成为老父母的时候 如果家里面确实有若干个孩子的时候 通常父母都会成为家里面的凹吐镜 弄不好就放大了 弄不好还缩小了 总而言之 他就脱离一半的酱 反而会在子女当中 引发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吸收的一个教训 但是当子女的更要明白 如果你真的是有效性 应该通盘考虑 而不是抓起一点 然后放大一点 那样你的本意可能就被曲解 调解末尾 哥哥的诉求还是没有完全达成 但我们相信 经过这场调解 作为父母的老赵夫妇 对大儿子一定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也为今后他们的沟通和相处 奠定了一个基础 其实哥哥很有孝心 希望弟弟自立 也是为了父母晚年过得安稳幸福 但是哥哥需要明白 孝敬父母 首先就要给父母幸福感 如果一味以自己的想法行事 甚至以此去要求别人 做出的事情 只会是伤害了父母 违背了本意 而父母和弟弟这边 也应该更多的主动了解 哥哥的想法 寻求更深入的沟通 为其如此 这个家才会被爱包围 其乐融融 和睦 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